歐洲的19歲網民王靖渝 接到重慶父母所在地的中共警方電話 被告知他的母親在急救室搶救 威脅他趕快回國 大家好我是大樹 那今天這集內容非常精彩 希望大家看到最後 因為我們要一起見證 魔共如何操控世界破壞民主 所以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分享訂閱出去 好中國人權怎麼樣 大家看到了 評論區近29萬條評論 可3秒鐘就可以滑到底 而且是清一色的輸大拇指的評論 所以就在這一點上 我也必須要給他們輸大拇指 因為29萬的評論被過濾到只剩下100多條 誰看了能不點贊呢 事實上在這個視頻發布的最初幾天 我還在評論區裡發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截圖 大家看這個貼文 這個魔共明明講的是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 可是評論區卻是禁止評論的 然後有國人看完我發的這個貼文之後 就對我表示強烈的不滿 他想讓我解釋一下 最近美國的遊行到底有沒有涉及到人權問題 撕裂問題 民主問題 拿出來比較一下 看看誰更不要臉 那我覺得這個朋友的提問非常有內容 因為他也知道這個魔共的行為是不要臉的 但是相比美國嘛 他是可以接受魔共的這種不要臉的 所以今天這集我們就藉著這個朋友的提問 我們一起來對比一下海外的民主 到底有沒有涉及到人權失裂這些問題 同時我們也看看誰更加不要臉 在拜登下面 美國國務卿是猶太的 國土安全局的是猶太的 財政部是猶太的 司法部是猶太的 在美國猶太的控制了一切 包括整個西方社會 只有中國和俄羅斯是他們控制不了的 有人在推特上發布的這個自由女神男癌圖片 我不得不說中國說的一針見血 基本上這圖片向我們展示了 在美國已經沒有民主自由了 一個中國人想讓我們看到這個 因為他看到了美國發神的一切 他們已經看到了自由女神不再有自由女神的意義了 我覺得很瘋狂 因為抗議本來就是想讓聲音發出去的 但事實是我們甚至不能抗議 這很無語 這說明美國正在堵住我們的嘴 你們什麼想法 我不覺得中國在說謊 我想從這個視角中 我們已經可以清晰的看到了 這群和抹粉擁有高度相識認知的美國人 他正在撕裂美國 同時我們從這兩人的話語中也可以看到 他們在潛移默化的輸出魔共的意識形態 他們把魔共和俄羅斯變成了那個 好像所謂的正義政權似的 那麼說到這我就一直有一個疑惑 為什麼他們的言論中都在變相的樹立中國形象 從而貶損仇視美國呢 他們的背後到底有沒有魔共的支持呢 正當我做這集內容的時候 兩大重磅新聞爆出 我們先說第一個 話說前兩天洛杉磯警方逮捕了一名在UCLA大學里挺拔抗議的亞裔大學生 洛杉磯警察還特意的把他的口罩給摘了下來 這個畫面正好被FOX新聞拍了下來 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後就對這個女孩進行了開河 有人就說這個女孩叫劉力軍是共產黨員 是陝西的一個煤礦礦長的女兒 同時還附上了圖片 但是也有人看完這個圖片之後 他就進行了人臉的AI識別 認為這分明就是兩個不同的人 是有群人想帶節奏 也有其他人表示 說這個女孩一眼看上去就是個ABC 不管怎樣吧 一個華人的面孔裝扮成加沙穆斯林的樣子 誰看了都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支持巴勒斯坦 你根本就不需要穿成這個樣子 而故意穿成這個樣子 要么是偽裝成穆斯林 要么就是他想引起更多的關注 來阻止美國軍援以色列 可是這女孩被抓前後 我們都沒有聽到任何關於這女孩的抗議聲勢 所以顯然這女孩是不想高調抗議的 那麼既然她不想高調 又作為亞裔穿扮成這個樣子 這個就和她的人設非常的矛盾 就有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所以大家就覺得 她可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隨即該女孩的矛盾人設 便引發了大家對魔共的探討 到底美國的抗議示威活動中 有沒有魔共的參與 那麼關於這一點 其實在上一集中 我就有和大家說過了 我說在本次示威活動中 美國的共產黨員是有當衝鋒號的 在各大抗議中他們就屬於遊說的一方 鼓吹激進大學生造反 那這個是有視頻證據的 不僅如此 其實還有很多證據都可以直接證明 美國的共產黨員和中國的是有緊密對接的 那比如說美國的共產黨員呢 可以進入中國的二十大 去感受參與中國的內政 再比如說這個美國的共產黨員呢 會講一口流利的中文 還可以回美國做響應習近平的大外宣工作 作為一名美國共產黨黨員嘛 也是想通過我這麼一個 就是一個比較可能特殊的一個身份 給他們展示一個更全面的這麼一個中國真實的情況 現在我有一些美國的同學想著等這個疫情平緩了 能夠到中國旅遊到中國來去看看 包括嘉莉人也是美國這個冷戰時期受了這個自然階級教育 但他們到了中國以後其實也沒有那麼懷疑 正好這也是呼應這個習主席 對我們這個來法留學生的這麼一個期待和期盼 就是我們能夠到中國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 把我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都講出去 給全世界朋友家里人展示一個更全面而客觀的一個中國 這小伙開頭就思維混亂 作為一個美國共產黨員 你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 那你到底是美國共產黨的還是中國共產黨的 所以呢這些思維背後呢 到底有沒有魔共的身影 大家其實心中都有數了 當然呢磨粉可能還是覺得 你這是在污蔑魔共 那麼接下來的內容呢我們就要實打實的揭露魔共的真實面紗了 那麼大家知道呢習呢出訪了法國啊 可就在習出訪法國的前一天 法國電視二台就播出了中國在法國抓人的整個經過 那麼本次魔共要抓的主角呢 叫林華瞻啊 這個人呢曾經是魔共的特務啊 在德國時呢就對異議人士王靖瑜進行了迫害 那麼不知道是不是由於林華瞻的良心發現啊 林華瞻呢卻突然公開返席 並前往了德國聯邦警局自首啊 承認了自己收取了來自魔共駐德國大使館官員 以及魔共國寶給的大量現金啊 包括這個PayPal轉賬賄賂啊 從而幫助魔共對異議人士和記者進行迫害的證據 那由於林華瞻棄案投名嘛 其本人呢又向德國政府交代了大量的犯罪事實啊 所以呢中領館知道後呢便威脅林華瞻說啊 不願意繼續合作的話你就寫檢討回國啊 甚至呢還綁架了林華瞻的親哥哥啊做人質 在魔共的威逼下啊 林華瞻從德國來到了法國 因為呢這裡呢有魔共的居點 所以來到法國後呢 林華瞻呢就被關在了某地下室啊 白天要他寫檢討啊 甚至必須要看央視新聞啊 然後晚上呢就讓他和被囚禁的哥哥視訊啊 那林華瞻呢就不願妥協 後來呢就被送到了巴黎第九區的雲南四川餐廳啊 遭到了對方的這個暴力對待啊 那麼按照林華瞻的說法啊 這兩間餐廳的老闆啊 與巴黎第九區的警局啊是有關係的 所以呢在一次次流氓式的施壓後啊 為治保林華瞻呢就開始假裝配合啊 幫這個餐廳老闆辦事兒 後來呢魔共就出爾反爾啊 直接要從法國引渡其回國 注意啊這裡的引渡呢是非法的操作啊 所以呢魔共呢直接準備在3月22日搭乘國航飛機啊 就非法遣送這個林華瞻 而林華瞻呢就找來了曾經被自己迫害的王景瑜幫忙 那王景瑜也找來了法國記者啊 就幾人就暗中跟派 23日當天他們進入飛機場後啊 林華瞻就召到了兩個中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 和幾位穿著愛心團這個背心的工作人員的相互觸擁 就準備押送其回國啊 那這些愛心團的人呢 他們來自法國的巴黎的這個警橋服務中心啊 也就是海外警察啊 那麼在登機前一刻呢 這個林華瞻就轉身逃脫了 隨即呢法國記者和王景瑜就上前去阻攔啊 所以呢就拍下了這一行人的臉孔 大使館哎你不要動我不要動我不要動 你們是幹嘛的 哎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都是我大使館的 把我送你去幫你吧 這些都是是不是 嗯這是法國的記者啊電視台的 他們要強制我侵犯為中國 護照在哪裡 拿著拿著你護照 誰拿著你護照 拿著他抱緊 哪個拿著你護照 啊 OK 他和他 他的護照 對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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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啊這個電影都不敢這麼拍啊 但是魔共敢這麼住啊 在法國眼皮底下直接抓人 那麼目前呢法國安全部門呢已經介入了啊 由於事件越鬧越大 國寶呢就繼續給林花瞻施壓 那麼國寶極其下流和滅絕人性的說道啊 如果林花瞻不配合啊就讓他看哥哥的產樣啊 甚至呢讓他必須到指定的中餐館報道如果不去的話就讓他的哥哥生不如死啊 另外一邊呢北京警察又威脅王景瑜說啊他管了不該管的事兒 哎你警號多少你先告訴我警官 你先說你在哪兒給你見面 我 不不不不 你聽我講完你不要打岔 哎呀你還不見我們是嗎 我告訴你你這是犯法的我心裡是警察 你們這個是違法的違反了國際公園你們這個東西是跨國鎮壓 你們如果是要來抓捕我或者是要來勸放我我就給當地警方報警 你一定要把你們抓捕規案你懂不懂我信你你把你警號告訴我名字告訴我 哎 你判了我那是違反的 你肯定是違反的呀你你你你判的時候你管管在這裡吧 後來呢王景瑜啊就先後發布了幾個當天抓捕令華瞻的海外警察的身份 王景瑜說到董鳳真是偷渡來法申請庇護拿到難民身份後創建了協會投奔了魔供 那時候家境比較困難然後偷渡過來拿到這邊就工作 就是每天玩的工作這樣子 而江景瑜呢自稱是六四英雄 還曾呢與多位民運大佬非常的熟悉啊 也就是說呢他是非常迷惑人的一個人啊 但其真實的身份卻是魔供的海外特務啊 甚至呢王景瑜還曝光了法國的秘密監獄點啊 分別是巴黎小四川九家和雲南山河師傅 那法國媒體全國報道後呢 王景瑜呢還收到了啊這個所謂的六四英雄江景瑜 就是向他發來的威脅信 他聲稱呢要看看誰能笑到最後 其實呢我也很期待看看誰能笑到最後 我想知道法國到底被蠶食到什麼樣子 甚至呢還有一個海外警察說呢 在法國建立的這個所謂的景橋服務中心 是名正言順的 事實上呢我們紐約啊也有這樣的機構啊 他們的名字叫什麼什麼社區治安巡邏隊啊 但裡面的負責人其實和中領館全部都是有對接的 但是呢反過來說啊他們能在美國建立這樣的一個隊伍 這也說明他們在我們的這個紐約地區啊 是蠶食的非常厲害的 那麼由於王景瑜的不斷曝光啊 其本人呢也被魔共的特務進行了跟蹤 我沒有拍你我自己 這個什麼意思啊 這個就是我 這個是我 你打開我看一下 我拍地鐵口 你打開我這個看一下 我拍這個地鐵口你看一下 你怎麼對著我拍嘛 我拍這個地鐵口 你什麼意思啊 你哪裡都人啊 喂喂喂我沒拍你 我只是拍地鐵口 你這是拍地鐵口嗎 對 你這個太嚇人了我 沒有還有我拍地鐵口 目前啊 在該視頻曝光後呢 林花瞻呢便收到了來自魔共傳來的語音信息 內容是其親哥哥受折磨的聲音 而且魔共還要求他去大使館作證 法國電視二台的報道是假新聞 但是呢最終林花瞻是良知戰勝了一切啊 他決定不去見大使館 他不能背叛王景瑜和法國記者 同時呢他也懇請法國記者救救他的哥哥 事實上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啊 魔共的危險與臥龊絕對不是偽言聳聽的啊 他們蠶食了整個世界 所以呢就最開始頻道網友的提問啊 我也想讓大家看到啊 世界的民主之所以不民主 言論之所以沒言論啊 就是因為有很多國家政府和魔共都是有深度勾兌的 他們心照不宣 每一個和魔共勾兌的人 他都不想像林花瞻一樣遭到如此對待 那麼說到這呢 有一位油管女博主啊 叫七七八八的啊 因為發布了一條習近平到底行不行的言論 而遭到了國保的騷擾 慶幸的是呢 其本人和其母親呢都生活在海外 不過呢 魔共呢並沒有放棄跨國鎮壓啊 魔共警察呢 不斷的對其母親的親戚朋友進行威逼恐嚇 想讓這群人對七七八八進行思想教育 而更為不可思議的是 其中一位親屬呢更直言並詛咒七七八八的媽媽 說他生生世世都不得好死 大家想想這是親朋好友嘛 在沒有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時候 完全你看不出這些親戚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大難一來啊 全部表現出了不該有的狀態 所以啊 從任何一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出 魔共的存在就是泯滅人的人性 放大人性惡的一面 而且呢 我們也不禁要問啊 七七八八的言論 憑什麼要讓其家人來承擔 一人做事一人當 禍不及家人 連黑社會都懂這個道理 身穿制服的人民警察卻不懂了 比黑社會還黑社會 所以呢 我想上述的種種內容 已經清晰的對比和說明了 前面網友的提問 誰更不要臉的這個問題 那我也衷心的希望這個朋友 能有臉的看到最後 對得起人類這個稱號 最後呢我必須要強調 按照魔共這樣的畸形發展 早晚有一天 大難會落在自己的頭上 打別人多疼 別人就會回答他多少 而我們也看到了 給魔共做事的人 無論他能從魔共身上 撈到多少錢 他最後都會直接或間接的 因為迫害他人 從而迫害到自己 因為被迫害的人 會反抗自暴 為了一個黨 人與人之間互相殘害 泯滅人性 甚至在這個黨的體制中 他把每一個跟他走得近的人 都變成了惡魔 從魔共存在的那天起 人類就在相互殘害 一個如此邪惡的政權 人能把它當作一般的政黨存在 這是人類的悲哀 因為這種政權 不僅是分裂世界 破壞人類的正常文明 同時呢 他還能給人洗腦 甚至操控人的行為與思維 把人變成統一的模式 成為他的傀儡 如此邪教 唯有魔共 好了 今天這個視頻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喜歡我視頻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 訂閱點贊 轉發評論 我們下個視頻 見 說白了呢 就是中國是明明沒有言論自由 因為我就拍了一些時政的視頻 然後呢說了一些真話 他就要把我打為這個政治犯 但是呢要是問 會不會因為這個把我抓起來 他們就又不敢承認 他們真的會因為這個把我抓起來 因為他們對外宣傳的是中國人 沒有人會因言論獲罪 那你們現在這個又是因為什麼 在嚇唬我呢